狗狗为什么第7集 狗狗攻击前的征兆 嘿 各位好 这里是自由猫 我是猫吧 我是猫妈 狗狗为什么系列我们来探讨猫狗的神秘语言 解读它们的行为动作以及其背后的原因 如果你是个爱护猫小孩的侍族 或者对这些可爱的动物有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 狗属于掠食者 纵使被人类饰养驯服 它们能有敏捷的身手 强壮的体型以及自我防卫的机制 它有尖锐的牙齿跟爪子 双耳和四肢都有强壮的肌肉 无意间造成了抓伤也很容易造成感染 大型犬甚至可以把人类扑倒在地 狗和人都具有判断哪些行为是对对方有潜在的威胁 确保对方不会受到伤害 狗会保护人类是因为 它们将人类视为跟它们同一类的肉食动物 彼此具有相同的情感使它们制止攻击的举动 20世纪之后 犬攻击人类的事件与日俱增 包括受害者死亡的案例都有 目前这样的案例能有许多争议 攻击行为是否就只有某些特定品种呢 狗的攻击行为是处于自身意愿 还是有受到侍族的影响呢 野生的狗不具有与人类的情感 也有可能是因为被训练成一只具有攻击性的狗 又或者是人们入侵了它们的地盘或者是领域 这些动作呢让它们感到威胁 以至于它们表现出狗身为肉食性动物的本能 攻击 所有的肉食性动物攻击行为是它们作为防御的原始本能 如果是饲养的狗 选择正确的饲养方式与训练方式 不要激发狗的攻击性让它有安全感 但无论如何都应该记住 在温训的狗只要受到过度不当管教 就会选择反抗 甚至是攻击 有些征兆可能表示狗准备要攻击的像是狂吠 通常狗咬尾巴是在表示兴奋的意思 但对于防御心比较重的狗来说 咬尾巴也有可能代表是逆境侵犯到它的领域了 一只极度不安的狗 表现出来攻击的讯号会让人无法理解甚至会误解 狗狗可能攻击的先发阵照 如何观察狗狗有进行准备攻击的预兆呢 了解下面这些肢体动作 有助于我们防范可能的威胁 确保我们和我们的毛小孩都能够安全无虞 狗狗尾巴的动作很明显 通常我们也会关注到狗狗尾巴的摆动 狗尾巴的摆动有几个含义 1.高兴或者友善 当狗对你和其他人咬尾巴的时候 通常表示他感到高兴、友善或者是欢迎 这种尾巴的摇摆 可能伴随着兴奋的表情跟身体语言 例如跳跃、舔嘴 2.不安跟恐惧 有时候狗在感到不安或恐惧的时候也会摇尾巴 然而这样的摇尾巴通常是较慢的摇动 有可能伴随着身体紧张、低头、舔嘴等不安的行为 这表示狗狗感到紧张或者不安全 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 3.警戒或威胁 有些狗在感受到威胁或警戒的时候也会摇尾巴 然而这样的摇尾巴通常是快速而且僵硬的摇动 伴随着身体的紧绷和挺直 狗狗这种情况下的摇尾巴可能是一种警告 表明狗它正在警戒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狗狗攻击的行为可能是因为被训练成具有攻击性的狗 或者有人入侵了它们的地盘 甚至是人类的动作让它感受到威胁 观察狗攻击的征兆还有 1.狗狗受到威胁时 它会摆出较激进的行为 例如耳朵直立向前 嘴巴微微张开 上唇卷曲露出威胁的拳尺 前侧的鼻子和肌肉组织会出现皱纹 会发挥紧紧硬硬的竖起 相反的 当狗的耳朵垂下或贴近头部时 通常它感到放松、友好或者服从 所以观察狗狗耳朵的知识 也有助于了解狗狗是属于放松还是紧张的情绪 2.低头凝视 狗狗如果低头凝视目标特别是眼神直视 可能表示它感受到威胁或者是挑战 3.身体挺直 当狗狗把身体挺直 将身体的重心移到前脚 这可能是它攻击的前兆 表现出它正处于防御或攻击的姿态 4.素质的耳朵 素质的耳朵可能是狗狗感到紧张或兴奋的表现 也有可能是攻击即将发生的前兆 5.吃牙咆哮 如果狗狗露出牙齿发出咆哮的声音 这往往是一种威胁性的行为 也是预示着攻击即将发生 6.蓄势待发 3.狗狗蓄势待发 尤其是弯曲的后腿、弯曲身体 准备迅速行动的时候 这就是攻击前的准备姿态 7.瞳孔放大 狗狗的疼势放大可能是它处于兴奋或激动的状态 同时也可以理解为随时会发生攻击的行为 8.低肺身 低沉的肺身可能表示狗狗感到不安 这也是攻击即将发生的前兆 9.尾巴素质或者夹注 素质的尾巴可能表明它兴奋或者威胁 而夹注的尾巴可能表示恐惧或者不安 这两者都有可能会具有攻击的行为 所以当你观察到狗狗吠叫或者是空咬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攻击行为的征兆 务必要注意 2.被狗施为攻击的举动 一般人尤其是狗不熟悉的陌生人 部分的行为可能会唤起一些狗的肉食动物本能 或者是攻击的行为 虽然并非每一只狗都会以对于下列的行为产生攻击性 但是有些狗是会这样的 这些行为包括 1.靠近正在打架的狗 攻击狗或者它的同伴 这里所谓的同伴可能是其他的狗人类 甚至是它身边的动物 或者是你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 让它感觉是要被攻击的 例如突然热情的张手拥抱 或者不小心踩到它的身上 例如是脚掌或者尾巴 这时候它会误认为你有攻击它的样子 2.企图或不小心拿走它的食物或水 对于陌生的狗狗 如果你朝着它的食物的方向走去 或者从它和食物中间的位置穿越过去 它都有可能以为你要抢走它的食物 而可能引发它的攻击性 3.当成犬在场的时候玩弄幼犬 特别是在母狗面前 这时候会激发母犬的本人 让它感觉幼犬遭受到威胁的 而进而引发攻击性 4.直视一只狗 在狗狗之间的沟通方式当中 直视对方代表是一种企图支配对方 或者挑衅的行为 所以某些直视的角度去看着狗的时候 会更加危险 尤其是小孩子千万不要做这样的行为 5.接近一只生病或者受伤的狗 其实老狗就跟我们人类老的时候一样 常常会表现出疯疯癫癫的样子 严重的话可能会到处咬人 提醒大家衰老或是长时间处于虚弱状态的狗 它很容易遭受到刺激 引发它的不安全感 最后使它失去对事物的包容能力 而变得具有攻击性 6.从狗的身边跑走 狗狗遗传下来追捕本能并未完全丧失 而且大部分的狗跑得比人还快 因为这也是它的本能之一 另外基于它们的本能 当有人把手从一只好奇的狗前面举起来的时候 这样的动作会诱使它们发挥强大激动的力量 使它们能够去抓住或者抱住 甚至是咬住那只手 3.注意孩童的安全 例如黄金猎犬 普遍被认为是相当温讯友善的品种 但是它也有可能不小心去咬伤小孩 身为父母或者是大人 我们尽量不要让小孩单独跟狗相处 就算是那些看起来可爱的小狗也是一样 有些种类的狗表现得很温讯 但并不表示父母或是大人 可以放心的让小孩跟它单独相处 尤其是小孩比大人更容易遭受狗的攻击 下面是一些方法 可以确保小孩子不要遭受到狗狗的伤害 1.教导小孩不要靠近任何一只他们所不认识的狗 当你想要去摸狗的时候 记得先要获得侍族的同意 侍族才会了解他们的狗的脾气 与其是否具有伤害性 如果是不认识的狗或者是陌生的野狗 千万不要随意的靠近 2.要从狗的前面逐步接近 因为它们会被来自于后方的事物惊吓到 严重点的话会把你撞倒在地甚至攻击你 3.尽量避免将东西从狗狗面前快速的抽走 这会让它误认为你要跟它玩 或者对它产生攻击的行为 4.禁止在没有大人陪伴之下 让幼儿跟成卷或者是幼犬玩耍 尽管是有人饲养了狗 也是要小心 毕竟发生意外往往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最后猫爸再次总结提醒 狗在攻击人的时候不会出现害怕的反应 而是透露出坚定想要打架的言神 根据美国爱护动物协会ASPCA的资料指出 这样状态的狗会出现以下的特征 1.把头抬高使自己显得比较高大 2.耳朵向前竖起 3.尾巴僵直或者摇摆 4.颈背部的毛竖起 5.皱起鼻唇并露出牙齿 6.发出低沉具有威胁的声音 7.眼睛紧盯着对方 8.前脚站稳准备随时出击 以上这几点是由美国爱护动物协会提出的征照 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希望这些资讯能够让你更了解你的狗狗 最后提醒大家 麻烦动动手按赞订阅及分享哦 这里是自由猫 我是猫霸 我们下集见